香菇 香菇 长大 越来越大口 快快快 快点回家 七点一起吃晚餐 到庭上看 冰冰好料理 好 在台风的时候呢 台北县泰山乡有一个员工 他趁着台风天 老板独自到工厂巡视时 他狂砍老板酒刀 结果这个老板经过了一天的急救 宣告不治 原来是这个嫌犯呢 他很不甘心被炒鱿鱼了 心声不满 砍死了老板 家属看到嫌犯激动的冲了出来 想要问清楚 为什么要连砍酒刀杀死自己的老板 羽衣上面血迹还清晰可见 张姓嫌犯趁台风天穿着羽衣 把自己老板砍成重伤 急救后不幸死亡 张姓男子原本在台北县泰山 向一家钢板工厂当大货车助手 两个月前许姓老板核对账目的时候 认为他跟会计会报的账目有错 之后还把他解雇 张姓男子怀恨在心 19号早上趁着台风天 许姓老板独自到工厂巡视 就在外面埋伏 等到老板出来就上前连砍酒刀 老板送一急救后 在20号下午宣告不治 凶贤也在被害人过世后 一个小时被逮捕到案 张姓嫌犯被逮捕后不发 抑郁表情恍惚 好像受到什么惊吓 警方也将他依杀人罪移送法办 今天新闻许志明丁星亚 台北采访报道